HELLO 大家好,又繼續這隻Pokemon的改版 來到這個船中,上次因為死了機,所以就死了回去 我暫時都消失了 我都說了,現在我的水就變成了第三形態 這個應該是再生力,即是換走的時候就會加血 我們一會兒可以測試一下 我打完一隻之後再換走也可以試一下 現在101血,我換一隻草蟲出來 你看到他回血了,就證明他那個是再生力 嘩,不夠打 OK,那就搞定了 而且我都會謹記定時定硬,我都消失了 啊! 馬上爆,不是吧? 剛剛才趕完,動不了 你看到他的箭墜沒有閃閃發光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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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神經病 剛剛才趕完,馬上爆了 我很擔心這個遊戲可以繼續玩下去 非常擔心 我一見步就要消失一步 好,來了 剛才就是這裡中招了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中招 可能因為都是那個什麼原因呢 嗯... 有筆的問題 因為筆好像都...幾... 嘩!又中招 是不是這個衣貝有問題啊 這個草水啊,看看一支 這隻火女打 這隻打爆 有機會是剛才的衣貝有問題 一定是筆屎的源頭 還有這個鋼 嘩!差點輸給他 好,我們暫時就去save 我save多個先一會 因為我只有一個save 如果save... 一個save那個死了我就玩完了 好,這裡睡覺啊 看看會不會血 然後這裡我就可以去打 上面的小某那裡 打完這裡之後 是吧 卡比秀的圖鑑 當然 好 這隻這樣的蟹 潮不備 潮不備 再...龍 再來 搞定,輕鬆啦 這是什麼的? 這招是... 炒鬧 2-5香的攻擊 的回合 任何期間...在這段期間 沒有人可以睡覺 對 這個不是打的 這個是打的 嘩! 裝些書給他 為什麼是 不知道 打不進去 save 好,下一步就save 好,我們直接打小某先 這裡 來啦,試試打馬贏先 Bonjour 好 這隻就是小火龍 混合了卡美龜 我大概 估計是 猛狀 尼亞綠莎 先走 你一利用再生力 我們換一隻草叢 出來 嘩,用不用啊 嘩,用不用啊 這麼厲害呢 嘩,突然間 你這樣出尼亞綠莎 我沒得玩的 老友 真的不行 一會兒回來回血 試試打不打贏 我覺得敏水 一點 咦,這個不是打的 OK 好,直接打 船版那些 打把仔 暴目光先 呃,水流 用龍技 水流噴石 嘩,這隻好漂亮 喔,打死了自己 火 OK 我照舊不用美綠坦 因為美綠坦就 沒什麼厲害的技能 所以不用它 電 這隻電 電 其實火也可以 這隻 嘩,好像 是想用電 還是不能用呢 我不知道 咦,這裡有一個了 這裡有一個神獸區 但如果這個我 這個我現在不按的話 以後沒有機會看到 嘩,卡布尼 我忘記 我忘記是否叫卡布尼尼 嗯,就是那隻 伏克 伏克的 是否叫伏克 伏克 不是啊,叫病嬌那些 哈哈 你看起來好像很愛 但其實切出來的芯是黑色的 大概是這些的意思 好 黑芯 好,試一下吧 一來出一隻水技 放釘 怎麼這麼囂張 龍技 漂亮 水龍品射 幸好贏到 嘩,這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看來是惡重 不要緊 惡重沒什麼問題 好,還有一隻 嘩 嚇到威 這麼厲害 那一定先不要電光石火 對 對了 忘記了 走一走 不要了不要走 追蹤我 好,搞定 搞定這個大MK 好 單一個又要再重新一次 來吧 拿個招式機01 好,之後我們可以離開這個船 離開這個船之後 我們就可以打枯葉陣的雷道館 即是馬志士的道館 先看看 HM01 這是美綠坦色 給美綠坦學都可以 CUT多少貢 50而已嗎 這麼低 那不要搖尾巴先 遲到有機會再弄走它 來了 立即來打雷道館 不要想了 這隻麻煩 水 龍姬 水姬 鱷魚這麼棒 給我機會 給我機會 發揮 嘩 這麼多打不死你 這隻貓頭野鷹 嘩,這隻馬 這麼有戰角 三角的馬的風格 雖然他的樣子很噁心 他用高 jump tick 這樣也被打中 不是只有幾百分 咦,不是 他不是普通 他是普通飛踢 我穿他是 high jump tick high jump tick 就只有10% 機率中 這裡要用火 哼 又是星星 嘩 不是吧 可能輸 立即放個技種給他 先 咦,贏到嗎 贏吧 幸好放了技種 不放技種 應該輸了 好了 好 好 發現我們又開始掃垃圾桶 這個雷道館最麻煩就是掃垃圾桶 垃圾桶 好,足夠掃 有了 這個 好,又重置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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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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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中了 好 先消費 那現在呢 水龍火 現在才知道 水龍 沒有看到 剛才 水龍的屬性 特性就是再生力 那這個 就是 火重 火雷重 特性就是 這個什麼 是不是猛火 還是猛火 這個 這個就是 分析 類似分析 類似分析 是不是叫分析 特性 他 比其他 比對手慢動的話 會增加那招技能的攻擊力 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 來吧 其實這個 算不算 也有優勢 不說 我用雷打人那麼痛 為何可以加速 加速特性 你 嘩 雷龍 幸好他打不中 Mega進化 嘩 真的不是開玩笑 Mega進化 你也會 嘩 嘩 電充木 糟了 電充木是什麼 電充木是地面 可以用的 我不太記得 電充木是電什麼 還是光電 應該是光電 嘩又電磁波了 應該先用了 嘩又來一隻 好像只有20多 沒事吧 但是 這些技能打不進去 踢他 唉 好球 不算太難了 因為我現在的重 都算是比較高 而且都算是比較強力 水主 你看到他的屬性 有水龍 水龍其實這個屬性挺漂亮 水龍的屬性 之前就有這個刺龍王 對 刺龍王 還有的就是 珍珠的神獸 怕奇 怕什麼 忘記了 水龍 只怕龍 和妖精 冰那些是不怕的 不怕冰 因為水 抵消了 水本身怕草 但龍屬性 都抵消了 所以他只怕龍 和妖精 火雷 岩石 地面 水 岩石 地面 水 岩石 地面 水 然後這些沒有 好 繼續 我們去右手邊 看看 先想想 是不是右手邊 好像不是 右手邊是卡比獸 所以現在應該去 啊 去紫圓陣 去紫圓陣 哇這隻 龍屬 這隻也算是挺厲害的 嘩 這隻 這隻好像是鋼系 來的 萊克洛珠馬 這隻 鋼系 鋼系 不要啦 這招這麼低名重 怎麼用呢 85名重 低成這樣 沒可能用到 嘩 這隻是隕石 當他脫殼的時候 就要加速加 加速加攻 然後減防 沒記錯的話 好 我們現在就可以去 自軟陣 這裡是否可以進到 是不能進的 這個 這個好明顯是有筆的 馬上清潔 一看筆就要馬上清潔 好 又是這隻小狗 嘩 神獸 這隻大馬 這個是 蘭糖花 緊鬼 緊鬼 緊鬼就打不贏我 我 畢竟我都要40% 其實是時候要換一換重來打 不然的話 到時候就升得很辛苦 摩尼尼 是吧 飛快刀 嘩 替身那麼兇 你 轉一轉重 升 好 好 慢慢地換重 然後讓它升低 好 色翼王 頂啊 追擊 用禁幕的技能 37 打爆 好 到這個 這個好明顯是重 不是 這隻雷飛 搖火木 嘩 究竟什麼事 中了鏡花水穴 神經病 又要重新來過 這隻真的要不斷不斷清潔 如果你只要稍微延遲了一點 它就不行 好 這隻我們照給它升低好不好 好 照著給它升低 換隻水蟲給它打 頂隱形眼 不要緊啊 因為我們這隻有再生靈不怕 打完之後馬上換走 其實 不錯 用水珠來升 只不過可能怕 那隻 草主 頂不住 好 把火拿出來 好 難堂花 免得用水蛋白癡 欸 用錯重 應該用肩甲 好啦 欸 馬上來了 魔力 拿一下 打爆它 打爆它 換一隻草叢 打不打得贏 自己 打得贏 打得贏 嘩 撐自我再生 轉吧 不跟你一邊浪費時間 OK 先消耗 現在我好害怕 還有先消耗在另一個 一會出事 吃招 不打我 不打那邊 那邊 有陰影 陰謀 一個電光石火 水流噴射才對 嘩 一熱燒 一熱噴射 用水 紅貓 照用這隻 不用問 OK 到這隻了 打 嘩 這個一定要用什麼打 不 都可以用龍技打 本來想用草打 但是草太低了 現在不太適合打 一個水流噴射 嘩 這招是什麼技 15 然後打2-5次的格鬥技 換吧 這招不要 有個新特性 比你那招廢技 20特攻那招垃圾技 這是什麼 這隻是草系還是火系 應該是草系 好 到這個 嗯 掌聲料 哦 手機了 幸好我減速得快 這裡 它一轉重馬上手機 你看看 那我試一下不要轉 我打它 幾種 嘩 都是手機 幸好這裡可以不用打 那隻 如果它要站死這個位置 我就沒得走 好 來了 這隻 技種 飛快到 飛快到 屈死它 這裡 快針充滿火衝 火技 非常好 我只存著現在 都算幾快 只要它升到第三型 我們就大約判斷到它的定位在哪裡 水飛 格鬥 打的 好球 比沒有 那招格鬥技 它有雷技 為什麼可以 毒 又雙打 不要雙打 我不想雙打 不要給雙打 用錯技 技能 水之波動這麼低 機率暈都可以暈到 一下 後面發生什麼事 又來這個當然是動員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這樣走出來 這隻是怕草 慢慢撞一下撞一下 撞出去 上面升一下 噢 聽了機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它那個中筆那個 就是為什麼會中筆的 這裏 特別是技能上有問題 還是 精靈有問題 我都不清楚 我只知道 我經常要清潔 我不清潔就很嚴重 毒龍 飛躍在這裏 我這裏試試升一升 草蟹好像都很適合我 草蟹 因為動員來說 草蟹就最好升 因為太多岩石蟲 岩石多數都是配上 岩石地面的屬性 所以到時 這個時候去打岩石裏面的蟲 草蟹都很容易升 岩石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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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蜂其實都 需要嗎 其實都不用 我覺得這個速度很慢 所以岩石蜂根本沒有用 如果我真的要用岩石的技能 我都不會選岩石蜂 我會選石印 或者岩斌 不會選他那種什麼的岩石蜂 因為岩石蜂這些技能 最主要都是用來 減別人的速度 但是這隻減別人的速度 又不會說特別太 又不會說快過人 所以我想 不需要用到岩石蜂這些技能 電擊魔 反而打這些就沒事了 先減別人 一趕完馬上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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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招了 神經病 電竹錯了三個彎 嗯 好 OK 我們今集先打到這裡 升到... 嘩 馬上輕 我們今集只把草主升到進化 對 好 然後我們下集再穿過這個寺院陣 OK 這個用格鬥技 嘩 一用格鬥技 馬上帶領我去新的天下 哈哈 他真的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又不是一彈就出事 他是偶爾出事 嘩 色衛 好久沒見過 不是很高機率嗎 為什麼好像這麼難撞 我好像五百聲 我記得 但是我這麼久 今集只中過一隻 好 給多幾隻看看 玩這個遊戲就是為了看色違 色違和不斷重玩 這個遊戲 好 就是35了 然後35 36 36就可以進化了 夾兜 好 好 好 我們升馬就可以 看到他的進化是怎樣的樣子 我還要記住 要不然我就會哭 嘩 雪女也有 嗯 但是也不太足 因為雪女很融 搞了36 進化 沒錯 我們進化 看看他是什麼形態 什麼樣貌 咦 猩猩形態 看看他知道 本來在開設就有蠟武器 看看他進化了 就沒有蠟武器 咦 是沒有蠟的 嘩 這幅 這幅 真是 他的邊位真是弄得差 梳拉邊 陽光烈焰 這裡不學 一看就知道 咦 岩石草 這個是 岩石草怕什麼 想想 首先怕的應該是 格鬥 是不是 岩石 岩石怕格鬥鋼是 格鬥鋼是 格鬥鋼是 地面 格鬥鋼 地面草 如果現在加了草系的話 我想只怕格鬥和鋼 應該 地面應該不怕 而草系就怕 草系就怕 草系就怕 草系怕什麼 先想想 是不是只怕火 火 大約三至四個弱點 這個是新 是不是算是新 好像之前沒有草是 岩石的屬性 忘記是沒有 還是有呢 好像有 是不是有花石 那棵寶石那棵 那棵 花石花 是不是 好 看看這個 能力值 先看看 100血量 算不算高 看看其他就知道 125 算高 對比火 水呢 159 44 159 我想水 比較高 攻擊力來說 一定是高一點 這個草系 然後 防禦 偏向 都是普通 特攻普通 突防 直到低 速度 極低 這隻重 我想大概的定位 就是 嗯 蜜盾 蜜盾 對蜜盾 應該做不到 再加上他的特性 都挺強力的 所以 就算做輸出 應該都可以 但都是後手 偏向可能玩盾 會好一點 好 如果他是岩石系 遲些要幫他配 什麼 幫他配岩斌 或者 石刃 等等 我們再升一堆 用錯技 應該是不要打 這隻 因為這隻黑死我們 我沒有岩石技 打這隻 樣樣馬 勾死你了 好像是強了 是高攻了 但如果我比他快 就沒辦法觸發特性 升了 嗯 升了一堆 其實看見他 增幅也挺大 攻擊力 防禦也是一樣 特攻和特防 直接不用看 即是特攻以下的三個 其實都不需要特別看 對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也重整一下 我們的禦三家 究竟他這個版本裡面 禦三家是什麼 定位 水系就是 偏向全能型 可能各方面都比較高 就是特攻向 可以玩 應該是特攻、物攻向 都可以 自己看回 即是類似刺龍王 那樣 火系就是攻擊速度型 典型輸出手 最特別就是有火雷屬性 火雷屬性 而草系都是偏向在肉盾 即是血盾 防盾 就不是特盾 但他做輸出也有一樣好的效果 其實也不錯 但始終這隻都是同樣的圖 所以就 不需要太認真 但都 做一個做個參考 好 我們下次再回來玩這隻的改變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